3月14号对于张女士一家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熬的日子 自己的丈夫因为小小的发烧嗓子疼 却意外的在医院死亡了 张女士面对着突然的打击 实在无法接受 她哭诉到自己上游老下游小 养家的重担全落在自己手上了 自己可怎么活下去啊 自己的丈夫不抽烟不喝酒 年年体检没落下 体检报告也显示身体健康 可是现在却因为发烧嗓子疼 这样的小毛病就这么去世了 张女士和她的家人们对于这一点 心中满是疑惑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什么呢 据张女士回忆 3月14号下午 丈夫从单位开车回到家后 因为觉得自己发烧和嗓子疼 所以晚上8点就去了趟中心卫生院 可是当时因为发热 卫生院建议她去发热门诊 于是两口子又开车来到了 离家最近的中医医院 在医院里抽血化验和酸打针 都没落下 直到退烧以后 他们才离开中医医院 然后在打完针之后 然后是早上还是疼 然后就跟那个丈夫说 他说那不行的话 你就明天来看看 那个耳鼻喉客去看看吧 他就说那也行 那我们这不就赌了吗 你们可以赌了 打完退烧针 没想到回到家以后 丈夫还是说不舒服 其实当时打完针 也和医生反映了自己的感受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位医生却建议邵先生 第二天再来 先回家观察一下 当时也得到了邵先生的同意 在张女士提供的病例中显示 邵先生的初步诊断为双呼吸道感染 医生诊疗意见为输液 回家以后的邵先生实在闷气难忍 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呼吸 于是又独自一人 在半夜去了卫生院 当时太晚了 邵先生就没让妻子跟随 张女士也没多想 就让邵先生自己去了 没想到这一走经成了永别 之后张女士拿出手机 为记者提供了 当时丈夫抢救时的照片 画面中的邵先生 居然是躺在医院的地板上 身边也没有任何抢救器材 这不禁让记者也是疑惑不已 我入网医院的物诊 他们明明写的就是 这一个不能说话呼吸困难了 为什么不给我们间接的抢救吗 呼吸困难 他们一点都不就抢救脱室 他们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是直接躺在家 他们说是有抢救脱室 张女士怀疑是中心 为生院的大夫不作为 或者误诊害了自己的丈夫 她虽然不清楚 导致丈夫出现呼吸困难的是什么 但是造成丈夫死亡的原因 她觉得肯定是医疗事故 她认为六王医院有误诊的嫌疑 家人杨先生指着报告单 针对心电图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这件二十三是十九 你看心电图没有呈直线 都没有呈直线 四点十分到四点四十七分 这是耽误了三十七分钟啊 一个大活人就在这儿以后欢迷了 就躺在这个冰凉的机面上 一直到正午 把17院到编译馆的时候 医院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杨先生坚持认为 是中心卫生院抢救不力 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邵先生才39岁啊 这个年纪的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顶梁柱没了 还留下了三个孩子 最小的甚至还不满一岁 才几个月大 真是让人叹息 根据中心卫生院出具的死亡告知书 邵先生死亡时间为3月15号4点3分 死亡原因是急性喉言 那么嗓子疼发烧 真有这么严重吗 严重到抢救不了直接死亡吗 相信不仅是邵先生的家人感到疑惑 就连观众也很好奇 那么医院方面又是什么说法呢 邵先生独自就诊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记者和邵先生的家属们 一起来到中心卫生院 李院长首先否认了抢救不力的问题 同时也认为 在用药方面没有过失 他表示当时所有的用药和抢救 都是按照规范和流程来办的 最后对于新电图的质疑 也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是由于按压引起的波动 其实这个波动不是邵先生自己产生的 这是无效的心跳波动 咱们这个书院室啊 这里这个急救室这么急 为什么不让他去急救室里 我们是个乡的这个乡院 跟他们乡院以后呢 你说这个乡必须就地转行抢救 一旦压以后它会出现心跳的波 但是是无效的 中心卫生院的副院长李院长的意思是 整个救治过程符合用药规范和抢救流程 他们也对邵先生的死亡表示惋惜和同情 但是确实自己方面有尽力过 同时邵先生诊断和抢救的过程 病例中都是有详细记载的 而且因为家属来的时候 仪器已经摘下 且抢救过于紧急 这才导致邵先生没有去急救室 而是躺在书页室的地上 至于邵先生的死因 中心卫生院刘主任推断是急性喉言 最后李院长也表示会全力配合的 既然张女士和他的家人存疑 那么可以等待上级部门的调查鉴定 李院长表示 目前初步推断是因为急性喉言 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是否有误诊和抢救不及时的情况 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以后再下结论 那么我们不禁好奇了 第二中医医院方面是否有过错呢 邵先生第一次输页前是什么情况 记者和家属从中心卫生院又来到中医医院 找到了医务科的一位工作人员 询问了邵先生的情况 医务科的工作人员的答复 和中心卫生院如出一辙 张女士及家人对此很不满意 当即就斥责出声 矛头直指最先建议邵先生第二天再来的医生 杨先生认为这个医生工作不利 没有给邵先生及时的检查诊断 医院院长助理却不同意这个观点 并表示还是要等第三方结果 两家医院的态度很明确 目前和家属讨论医疗过程 没有任何判定依据 因此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 进行尸检以后再做判定 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等待尸检的结果 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事故鉴定 而尸检结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鉴定也是交了材料之后 一个月左右出结论 因为目前尸检和鉴定流程都没完成 到底是谁的责任还很难说 建议家属耐心等待 对于这件事屏幕前的你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点赞加留言讨论 那就是我们懂得 ザ And that drivers